今朝皇帝 全国前来 两人如今 我们能够大臣王老 全体冠军 去与其共产 干我干事 九产首帝 九产首帝 我离开战旗 皇帝首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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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穷大穿 天写思绘 江东您 think 北京 朝际思维坡,北京 江南美式国 北京 江北闹天国 北京 江南真国 北京 江南술国 北京 向澳洲全国陪战 向地道立国陪战 向澳洲一国陪战 向澳洲一国陪战 向日本国陪战 向日本国陪战 这是一个恶稿 大家看到这个原来的影片 是一个中学的试诗大会的一个片段 在三四月份的时候 中国有很多的中学都召开了所谓试诗大会 就是为了能够在高考当中 能够有好的表现 最近有一个影片也火了 有一个学校的带头去喊口号的一个学生 他最后声嘶力竭的嘶吼 嘶吼到最后干偶 这个影片被PO上网 结果被很多人调侃 给他起了一个干偶哥的外号 高三方们全体起立 银岸白马 逐步上网 高三方们全体上市 举起用圈 干偶全市 明确目标 明确目标 怀抱梦想 怀抱梦想 把握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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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定起好 坚定起好 思想专注 思想专注 忠贷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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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学苦劣 忌确苦劣 接触维抗 接触维抗 接交警察 接交警察 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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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情不负 不情不负 超越自我 超越自我 一半个人 一半个人 永远来竟 六远两千 不见 无情欢迎 很多人都开始反思 中国这种 不正常的 鸡娃的 或者是内卷的 所谓的 应试教育 网友说的很好 喜剧的内核是悲剧 看到好像很有意思的一个画面 但实际上 它背后是多少年轻人的 创意 才干 智慧 最后都被消耗在 所谓 做题当中 很多人 因为中国的应试教育 不能够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事物 无法成才 你在某一科可能很杰出 比如说语文很杰出 但是数学总是零分 那北大 清华 你就进不去 但是在民国时代就可以破例录取你 比如说像钱中书这样的 但是在今天的中国 就算是霍金 爱因斯坦 可能高考也得失利 不是因为你物理没学好 而是你马克思主义哲学没学好 而且中国的这种内卷 现在已经到了如此严重之地步 世事大会的口号 就像是在打仗一样 中国喜欢把所有的事情 都跟打仗联系在一起 哪怕应该是快乐的学习 增长知识和见识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去研究自己喜欢的课题 这种事情都变成了 这是一场战争 这是你死我活的战争 当然我并不说高考本身是不合理的 它当然有自己合理的成分 美国也有大学入学的SAT 对吧 但是中国的应试教育 竞争到了这种程度 那就是扭曲的变态的 只有弊而没有力了 而在今天的共产党党国体制之下 应试教育的这种快乐学习的改革 这种素质教育的改革 都很难再进行下去 一边大家需要去拼成绩 一边呢 却把这个什么课外补习班 全部关闭 对吧 但是他还是要继续的拼成绩 所以就能把这所谓的高考世事大会 变成了向全世界各国宣战的 大清帝国的世事大会了 不过话说回来 中国的很多爱国粉红 这些五毛们 他们的表现 也跟当年的这个大清帝国 和支持扶清灭阳的义和团 也没什么两样 本来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 这个恶搞的影片 结果说了那么多 好 谢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